現在的手上應該有模擬券還有留三個 105跟107的 看你到的玩家 這個 全都放出來 人家放在一起 105 104跟107 我可以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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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这样 我有借你的意思 就是我的意思 我过来你站直接放 我给你把这张鞋切 摩擬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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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104和107 然后 vi hag 摩擬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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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的時機 你還沒找齊勒,想去什麼? 不太曉人嗎? 你還沒找齊勒,站起來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現在不要再找,因為你現在找不到,我也不想你是不是都找到 只有這兩個人找到嗎? 你缺什麼? 107 你缺什麼?全部都沒有 你不要走 104.107 給我攣渣 超貶叫 三個把兩桃圈還有γ204跟你機,拿出去 會有 兩兩個 醋 用最好的釣魚 原帶釣魚 人間就用 Philippe 雞皮 蚭蚽 旁邊看 僕 二 雞皮 代表你客戶是有休息的故事 就是這樣 而且你們知道 我已經檢討好幾次了 我每次都跟你們講 你在檢討什麼 那你應該要把他的東西 應該要準備在一起 這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後如果你真的弄丟了 你應該要自己來找老師 我見了怎麼辦 或是你自己跟別人借口訊 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為我每一節課都只有不行這個 每一節課都是在講 會考討跟會考討 每一節課 我們第一次放考之後 都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我們這樣會在上行嗎 所以你應該要讓自己準備好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準備好是你應該做到的事情 也是 從今天開始的時候 像今天會這樣呢 直到你來 丟掉的東西 從事在自己吃中心 很清楚 謝謝 現在是一件跟隔壁的那 自己找上去 好 我們看 107的第17 104的第17 好 好 所以 我現在做的事情 你們都不用做 因為 他已經幫你完的話好了 所以我現在做的事情 你們在考試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做 你只要去對比就好 所以他說 假地在隱地的西方 怎麼樣 然後怎麼樣 中心陷入 接下來他在講一句話 他說全長是400公里 所以我就會在上面做標記 再來 這一條道路上 距離A 12公里的地方 開始設立攀板 所以他有看到 你看到這邊寫12的地方 上面就有一個攀板 距離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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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把A這個地方 當成0的時候 距離12公里的這個標記 這個位置就標記為12 所以A的位置 它是標記而已 它才會說這個位置消失 OK嗎 那注意點囉 然後接下來 從這裡開始呢 每往東27公里 那也讓你看得很清楚 往東27公里 因為往東27公里 所以從這裡再往東27 所以這一條長度是27了 浪長 剛剛這條長度有27浪長 這條27浪長 所以這個為什麼 他讓你看到了什麼呢 他讓你看到了39 39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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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邊會標記39 39怎麼來的 從你走到這裡是39 講得很好 還有沒有別的講法 因為他剛剛是冷靜在12 對不對 從12再走27公里 就會到39 所以這個39應該是從12開始算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算到這裡 對不對 他已經算到這裡 所以你可以從這裡開始算 然後算多少 然後39 所以這個39怎麼來的 從12開始算 然後加27 對不對 這個你剛剛不知道有什麼 你剛剛就知道 剛剛就知道這個有什麼 你剛剛就知道 剛剛就知道這個有什麼 放下來 然後接下來呢 因為他說沒怎樣就怎樣 所以他讓你看到 接下來再繼續 再繼續27公里 他這個沒有寫給你 這是我寫的 因為我在独日子流生 我寫上去的 在27公里 這邊都幫你算好了 66 所以寫來這個66 怎麼可以上出來的 他從39走了27 所以他是39加67 那如果用寫的想法來看的話 用寫的想法來看的話 我會怎麼上去 這個人 心理自己舉在上面 結婚靠主 直接在獨行上轉 結成直接 你現在就是假裝 你現在就在會考 你有獨行 你在獨體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 邊獨體 邊把訊息弄上去 不需要再重新畫圖在筆記本上 要你弄在筆記本上 不會跟你講 然後這個是被縮小過的 那時候你會考的 題目會更大 圖形會更大 會更清楚 好 所以如果用寫的想法 這邊會怎麼上 寫是從0 再出來 對不對 那我剛剛是分段看 他說 從A一點走12公里 然後這邊就標記了12 再走27公里 你就再做一個看板 所以你會再走多少 所以就12走27得到39 所以12加27 然後到達這裡之後呢 再走27得到66 所以是從39開始 走27 所以他是39加27等多些 可是如果我們是從這裡到這裡呢 你要怎麼行 現在我可以走多少 來看一下 為什麼還沒起來 我可以一時間 先一袭 oi 此院偶寫什麼 還沒起來 他先它寫 他先拿那裡 表面 好 nail 你怎麼沒有戴來的經驗 prejudice 在風紀本上 但是主情沒有態 我好像沒辦法君子 你沒有帶來的你就要自己到 就是你不見得到什麼樣子 新陳這邊很久 12加27再加得非常好 那這一個因為我們連續加兩次 所以通常你會偷懶一點 你會偷懶一點 不然他該形成 加了兩次的他的氣氛 你會偷懶一點 好 這是你在獨擠的時候 你獨到了獨擠這個很重要 好 接下來來再繼續繼續繼續 這樣做完之後呢 接下來他就說好 有一個車子從哪裡出發 我只是問你獨體而已 我已經獨不到哪裡了 他從哪裡出發 蛤 對 距離A D19公里 他這個方便有幫你挖 所以你不要自己挖 距離A D19公里 所以一定會跨過12大概 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是從這裡開始 這裡是19公里 從這裡開始開車 所以你應該做這個標記 標記上去 做一個 然後建議你們用簽名 而且是你們考試 你們考試的時候 你們考試的時候 你們帶的是2B簽名 2B簽名本身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 做什麼的紀錶的話 寫錯了還可以修改 或者是什麼所謂 因為獨形上 一旦修正 一旦用原子 上去之後 你要修改就不容易 不行就整個被你劃浮掉了 好 所以最好是用簽名 你要有機會做修改正面 好 19之後過來 然後呢 他就說往前面一直走 所以你看 因為我這個400簽在這裡 你會障礙到我 我就會把它殺掉 為什麼用簽名 這一次 要是一聲 因為隨時調整 我為什麼 然後從這裡過來 走完320 那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320 大概到哪裡呢 要走到哪裡停 對不對 因為他走了300 所以反正就說 畫一個大概 畫到這裡 到這邊的話 到這邊的話 他到底會不會超越 他會超越V嗎 我問你們一下 他會超越V嗎 為什麼不會 沒有400 因為他總共有400對不對 不是呢 他是從19開始走多少 320 所以他應該停在哪裡 330 所以你這個位置 是多少呢 300 339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你剛剛的分析 非常的重要 你339怎麼來的 339是由 因為他從19開始出發 對不對 然後往前走 那個320 所以我知道他會落在這裡 可以嗎 這個土體其實很快的 因為我花很大量的時間 所以我再講給你聽 好 到目前為止 接下來 咱是真正的他要解決 他說這個 這個 這個車子 因為到這邊才339 他總長是400 所以他不會越過V 他會在V之前 也不會剛好在V 因為他們沒到達400 所以他只會在前面這裡 好 那這一台車到底 他問的是什麼 這一台車在停止前 經過的最後一個攤板 所以在他這個時候會停車 他這個停車之前 你要再去畫一個攤板 因為在停車之前 你會去攤板 那裡面到底會去攤板板 你不知道 所以請你畫上去 好 點點點就好 點點點代表有很多個在裡面 有很多個在裡面 那有幾個我不確定 點點點不代表裡面就只有三個 代表裡面有好幾個 但是到底幾個我不知道 點點點三個點就夠了 所以他就繼續這樣子下去 到達這個方法 到目前為止 如果你有用這樣一個方式 去看他的時候 現在請你自己解決 你找出這個攤板的位子 所以他的問題是 這個攤板在你 在你 在你 在靠近他的部分 這是想像的 但目前為止就是把屏幕等完 你已經懂屏幕的意思了 接下來就是你主力用你剛剛提到的訊息 協助你把這個位置找出來 這邊已經知道339J靠近他 339J靠近他 339J靠近他 339上面沒有翻版 對不對 不一定不確定 他的意思是 可是他他已經講了 所以在他之前 他在他之前 所以這個看板不在339J靠近 也跟他寫很難 所以在他之前 所以339這邊沒看板 然後這裡有看板 可是他之前 看板跟看板之間的最重要訊息 就是每27每27每27就會多一看板 對不對 現在其實你一定要想辦法自己想 這一筆如果你本來就結束完了 你就再想一次也無法 或是看看你這邊有沒有其他的觀點 去看他怎麼樣都 把他想透色一點 你是一個最重要的 從這個一半 從這個版本 我真的以為要想到 你身體不像 misin? 好 你心心有什麼 我心想要不像 我心想要不像 你身體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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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时候你在算的时候 你就应该算在笔记本上 因为上面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应该写到 你刚刚在笔记本上 所以一定是在保证一圈 在这一条位置 我刚刚在滟里面的地方 而且最后一枚房 最后一枚房 因为刚刚在滟里面的地方 在滟里面的地方 是个厨房 这边的地方 用力量的方法 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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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開始就寫個27 然後接下來他就把他做最後一段 然後接下來再加 其實他這個應該是比較厚重的 因為他是先看到339 對不對 然後339呢 可是他又知道 好我把他我先把他寫下來 你是2227加10這次加上多少 66 我再猜你應該是這樣寫 你應該是先看到這個 你的目標在這裡 可是你的目標在這裡 你知道你這個目標是從66開始過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如果我是你 我會這樣子寫 就是我從66開始對不對 我從66開始 往後面加 好 他這裡不是339 他這邊是336 謝謝 你們等一下再看 因為我寫出來 他寫了336 好 但是我先要臨時說 他的心裡面想法很簡單 剛剛我們怎麼讀這道題目的 我們就怎麼解題而已 對不對 因為從前面讀到這裡 我們知道從前面到後面 就是不斷的在做加法 對不對 他覺得說我已經算到這裡了 題目他已經幫我算到這裡了 他就從這裡開始算了 然後我知道我要加27 就是心整剛剛的寫法 我就是要不斷的加27 可是我不曉得要加幾次 可是我最後一定要加到靠近他 對不對 所以反正我就是要加27 我要加幾次 他的想法是我要靠近339 對不對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他自己這樣去剪 就其實 包含剛剛 我們看那個子葉 子葉也非常的非常的厲害 他就這樣寫 十二 他的其實點不一樣 他從十二開始這樣 不過從十二開始看 他還是可以寫 他就開始寫27乘以多少 他就碰到這裡不行 你不太清楚了 你會畫光光 然後就跟我一樣 我就是希望他最後 可以到達339 就寫這樣就 會跑的時候 這樣至少先拿到一分 OK 而且這樣就已經算已經會檢查 然後上面跟下面 上面跟下面 因為其實點不同 所以這個控格會不太一樣 下面這個控格 會比上面的控格 甚至還要 好 所以他選擇66 有準的66的好處 對不對 對 如果是我 我會選擇哪一個數字 你是這樣 對 再看看 我選擇哪一個數字 你不喜歡而已 蛤 是 我們路牙是不是339 是 你看看前面的這些數字 0 12 19 39 66 我現在會選擇哪一個 39 我選擇39 從哪裡開始都可以 然後是加 那就是加27 我要加多少到達339 為什麼選擇呢 因為我都沒有選擇 這裡大概300 對 很好想 真的很好算而已 因為那只是一個選擇 所以回到平秀人生 66加27層多少 味道339 最簡單的想法就是他先拆洗這樣 我們大概會度數字有感覺 大概猜一下 猜一下之後呢 這個就270了 270加上66呢 就是336 哇 那你就是對 就結束了 所以 因為 因為 如果這個看板 就是 他算到 這個這個的意思是 這個意思是 這個算出來的是什麼 你算出來的336是什麼東西 你算出來的33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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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看板下面的天號 對不對 你算出來的336是 你 你從66加一個27 就會有一個看板下面寫個變號 對不對 再加一個27 就要一個位看板下面寫個變號 對不對 加了10個27之後呢 那個看板的下面會寫上336 你算出來的四個東西 看板下面會寫個測試 好 可以嗎 他因為336已經非常接近339 根本沒有機會再得到下一個看板 因為他才差30 就這樣 就知道這裡算出來的 這裡是336 這比應該就能結束 為什麼 他就問336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他要問這個看板 距離剛開始是多遠 對不對 那你這邊寫多少 就代表距離剛好多遠 請你自己把它寫 計算過程 你就這樣就可以 那你剛剛怎麼上來都無所謂 想法我剛剛有看過 基本上是對 自己寫 自己寫 我做的時候 我自己能不能在外面 如果或者是設定 你比較在外面 台灣人 不能在外面 然後 我們會不會穿到外面 還有 你會不會穿到外面 那你會不會穿到外面 剛剛蠻多的很快 一開始就用減法 事實上一行練 第一個想到應該是加法 第一個想到應該是加法 就是紫燕跟龍舊的那個小王 所以我希望你們會一切法成這樣 然後再開始進行一些減法 學法的運動 一開始應該是先用這個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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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看 你有三份資料 自己看 現在不看定 可以讓子女人回到很多嗎 不曉得要問我什麼問題是不對的 我心裡能夠感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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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很多東西 例如社群人 我心裡也能夠感到自己的 因為多難 還有什麼 沒有常常 儼哈 可以把我拿點 我自給你 我自給你 一零四還是一零七 一零四 104 我們看104 24 我們看104 24 104 24 我們看104 104 24 104 104 2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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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1 105 105 15 15 20 1 15 20 20 2 20 他说甲乙丙三个数字 他是最减的分数 什么叫最减的分数 过敏再约分的分数 对对 过敏再约分的分数 六分之四是最减的分数 六分之四是不是最减的分数 这个是不是最减的分数 为什么不是 他还可以再约分 所以还可以用谁来约掉 二 可以用二来约掉 所以他可以约成三分之二 也就是要化约到这两个数 找不到 找不到可以再把他们约分的数 对对 找不到 找不到除了一以外 还可以把他们整成的数 对对 所以这时候的这两个数 我们称他们两个 这个时候 叫做 就是 就是说 这时候 他们两个的最大公移数 就是 两个大公移数 这个 这个符号代表最大公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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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们称他叫做 最减分数 就把他們化約到不能再化約 找不到 找不到 除了意外 除了意外找不到一個數字 可以再把他們化約的更小 從六分之四變三分之二數字變小 所以我們說他變得比較簡單 但是他仍然是相等 他代表的功能是一樣的 他的作用是一樣的 我喝的這一杯水的五六分之四 你跟我喝的這一杯水的三分之二 他是一樣多的 就像剛剛 其實你吃的那個豆腐 切成這樣子 對不對 如果你們吃掉 如果你們吃掉 我為了六分之四 就把整塊的豆腐 我把它切成六塊 如果你們把這幾塊吃掉 他就會只剩下這兩個 對不對 所以對這一盒豆腐來講 你們就吃掉了六分之四 但是我也可以這樣子看 我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兩個定成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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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被吃掉 所以相當於是 吃掉了全部的 三大塊裡面的大塊 代表都是 所以我這一塊豆腐的六分之四 跟我這一塊豆腐的三分之二 代表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六分之四跟三分之二相等 它的作用能力是一樣的 只是數字看起來會比較小 比較簡單 都很不一樣 因為我想要分給比較多的人 所以我切得比較多 如果我只是想要分的人少一點 那這樣子分給三個人 我不會這樣直接 然後最後自己多一次 對 我一樣是分了這麼多出去 就是我只能夠分給兩隻 如果是這一個分法的話 我可以分給四個人 這塊一樣是有一點自己吃的 一樣都是相同的結果 但是最後等一下吃的 跟留下來的吃的是一樣 是分出去的做法不太一樣 你看那個量是一樣的 好 所以我們要注意 就是約分的目的 是把每兩塊變成一塊更大塊這樣子 把每兩塊再變成一塊更大塊 好 所以你約分到最後這兩個數 就沒辦法再做約分 就是叫做數值 就是時候 你沒有辦法再搞到其他的功率數 所以他最大的功率數就是你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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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然講到這裡面試騙這樣子 因為這裡是四 這裡是六 對不對 對喔 所以四跟六 如果我要求最小公倍數 如果我要求最小公倍數 我這邊就會放多少 我會放二對不對 我放二之後呢 四可以寫成二乘以二 六可以寫成二乘以三 從這裡到這裡做了什麼動作 從這裡到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做了什麼動作呢 四是二乘以二對不對 注意看 六是二乘以三對不對 請不想我少寫了什麼 我少寫了什麼 再一次喔 四是二乘以二 六是二乘以三 我少寫了一個數字 哪一個數字 我少寫了一個數字 再一次 有人知道 四是二乘以二對不對 六呢 二乘以三 當我把它寫成這樣之後 我少寫了哪一個數字 我少寫了一個二 我看到嗎 因為這個二拿來共用 對不對 再一次喔 四是二乘以二 六是二乘以三 因為這裡面有二 這裡也有二 所以我乾脆就這兩個 只寫一個二就好了 什麼意思嗎 所以我從這裡到這裡 我少寫一個二 翻出來說就是少乘的一個二 對不對 少乘的一個喔 本來本來四跟六 本來四跟六的公倍數裡面 最簡單的就是四乘以六 對嗎 注意聽嗎 可能四跟六的公倍數裡面 最 四跟六的倍數 四跟六的公倍數 四跟六的公倍數 最簡單就是四的六倍 六的四倍 四的六倍 六的四倍 六的四倍 都叫做是四的倍數跟六的倍數 不是嗎 所以要找兩個數的公倍數 最簡單的做 直接把它們兩個乘起來就好 可以嗎 當我做了短除法的動作 當我做了短除法的動作的時候 我做的一件事情 本來是四乘六 因為我把它共用只寫一個二 所以我的公倍數減小了一個兩倍 本來是四乘六 現在變成二乘二乘三 因為二共六 那這一個數字原來是四的倍數 因為二二得四 這一個數字原來是六的倍數 因為二三得六 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裡有懂嗎 這裡有聽懂嗎 這裡有聽懂的就是 放線 在想一次 我現在想要求四跟六的公倍數 對不對 那四跟六的公倍數 最簡單就是四的六倍 那就是它們的倍數 對不對 六乘以四也是它們的倍數 對嗎 這一個數字是它的四倍 這一個數字也是它的六倍 所以最簡單 找公倍數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它勤寫出來 可以嗎 那短處法在幹嘛 短處法你對它這邊寫一個二 它這邊寫一個二 這邊寫一個三的做什麼 從這裡到這裡 你少成了一個二 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二 這個是三乘二 兩個字寫一次 兩個字寫一次 所以兩個字寫一次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少成了一個二 少成一個都沒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呢 因為三二會得六 這一個數字仍然是六的配數 是六的兩倍 本來剛剛是六的四倍 現在變六的兩倍 為什麼呢 你少成一個二 對不對 然後這個數字呢 會是二的六倍 對不對 四會是四的三倍 或是四的三倍 可能剛剛是四的六倍 本來是四的六倍 現在變成是四的三倍 為什麼會變三倍呢 因為會少成一個二 是這一個數字 仍然會是四的倍數 也是六的倍數 是倍數做減少兩倍 從下二跟三還沒辦法再往下重 不行 所以我們才會這樣子講 把這一個乘起來 就叫做最小 所以他的最小功倍數就是二乘二乘三 這個時間很清楚 把你上面那個過程 想清楚喔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為什麼 為什麼你短處法這個 可以求得最小功倍數 那是因為你在做這個過程 很不斷的在掃算 不斷的在掃算 一個成本 有時候掃算一個一個掃算兩個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自然而然 就會得到四分六的最大功倍數 就是二 這一個是最大功倍數 所以他有他也有 蛤 謝謝 所以 短處法是在做什麼 對 最大功倍數 找最大功倍數跟最小功倍數 那為什麼他可以找最小功倍數 你那個過程當中不斷的幹嘛 那 通過分解 然後把重複的減少不行 對不對 對 重複的就減少不行 共用的就 共用一個就好 對 本來兩個就共用一個就好 本來三個呢 對 也共用一個就好對不對 只要讓他們倍數沒有改變就好 嗯 不懂嗎? 先這樣,下去 那這個放哪裡去? 先拿過去 那你的筆記本過去? 所以嗎?